美军舰战机姿势,无先回应太霸气,美纸库直言美军无奈成为过客。 原创!深度军备! 新华社报道,8月30日国防部举行记者招待会,有一个记者用山羽欲来封马楼形容当前南海形势,无前大笑用不管风吹浪打,盛似监听信物淡定而又十分坚定地给予了回应。 毫无疑问,无前大笑的回应看似很淡定很平静,但里面却充满了自信的霸气。 确实近些年来 我们已经牢牢掌握了南海主动,剩下了全是美国为首西方的抗议, 其实让西方抗议会儿也是好事了。 我们已经占据了战略主动和博弈优势,美国搅局的陷恶用心根本不会得逞。 我们的发言人已经很少用抗议或强烈抗议了,原来的列强时不时抗一下让网友们一苦思甜。 感受下强大的味道,正是中国的不急不慢,才惹了美国猴急。 中国的全面发展是免压性的,而美国的时势如摇摇欲坠的大厦江青,你让它又如何淡定的起来,又如何不似热锅上的蚂蚁。 赞组商链接 不可否认近段时间,美国军舰和战机频频不请自来,在南海挑战越来越明显了。 美国高官甚至主动拉拢澳大利亚等所谓的马仔,一起抗议中国在南海日益增长的巨大影响力。 根据环球网报道,美军CNN的记者搭载美军的B-8A海神返前侦察机飞越南海。 连续遭遇了至少六次警告,被告知进入中国空域,要求立即离开,毫无疑问,美国不断加大骚扰力度。 但是根本先不起什么大浪了,根本没有人理会美国的行动。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指出,美军在南海显得有点落寞了。 暂助商链接 几年来,我们始终保持了强大的战略定力,完全没有被美国的所有阴招暗招迷惑,没有被彻底激怒丧失理智,更没有被美国在背后怂恿的各种挑战吓倒。 我们见招拆招,狠狠地用行动教训了美国谁才是玩谋略的高手。 针对美国的气势,我们不在仅仅经济上合作周边国家,而是军事上同时加大合作力度,这样美国就成了局外人。 我们就成了真正的主人。 几年努力周边国家都自己的在经济上,安全上与中国合作,完全把美国当成了局外人,将美国彻底地抛弃了。 与此同时我们不再跟美国进行争吵。 而是果断地按照自己的计划终导,完全解决了南海最难蹲的控制问题。 美国在南海摘市,同时也开始越来越知道自己几斤几两,张牙舞爪也大不如从前,没底气。 赞助商链接 公开报道可知,永熟岛、华阳岛、南巡岛、东盟岛、赤瓜岛、美激岛、珠碧岛等七个岛礁的建设堪称大作品。 目前美激岛、珠碧岛、永熟岛已经建设了机场。 这些倒是杰作。 建成之后都是不称的航母,美国的一两艘航母来了根本不是事了。 所以美国再来姿势,也就是凑凑热闹而已。南海稳定的真正定海神针已经成为我们了。 美国兰德智库近期发布了针对南海的报告,可谓是十分的心酸。 报告认为,中国已经成为了南海真正的主人,美国闹珠闹珠渐渐成为了南海的匆匆过客,已经到了被区域国家淡忘的地步了。 该报告认为,美国南海滋事无效,中国成为定海神针。 同时该报告抗议美军区域影响力遭无视,指责中国没有让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发挥世界霸主作用。 从南海问题看到一个根本,只有继续做强自己,掌握能够自主操控的王牌才是根本。 因此,不管对手的挑衅,正如南海总岛建设一样,该推进的继续推进,不要停顿。 我们一定要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,继续做强自己,这是我们应对一切问题的根本。 华夏文明千秋万代,国家领土主权绝不容侵犯。 中华儿女万众一心,一切帝国主义都是只老虎。 赞助商链接 和单读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